在缅甸善邦的一家商店后面 一间临时的教室提醒着人们政府军与民族武装最新一轮的交火 自去年10月以来 缅甸军队向善邦的少数民族区域发动了最后攻势 受此影响 数以千计的儿童因为学校关闭而失学 多亏当地人的支持 一部分学生未受战争影响继续学业 尽管我必须要躲避战火 但我仍会坚持学习直到我从高中毕业 这是我的目标 但是对于八年级学生赛养茂这样的学生来说 集中精力学习仍然十分艰难 我非常担心我的爸爸妈妈 如果军队还在我们村庄附近作战 子弹就有可能打到我家房子里面 虽然我住在里面 我的心仍然担忧着家人 重建教育系统仍然困难重重 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区域 那里的人们仍在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 经历过上任军政府的强迫同化政策 少数民族对政府显有信任可言 对于像南扎涵这样的教师来说 保存独立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决心不可动摇 善语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够忽略 坚持使用善语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昂山素季政府表示 新组建的民族事务部会试图解决有关语言文化和教育的人权问题 但迫在眉睫的是 大多数儿童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我不知道未来我会在哪里 高中毕业以后 我可能会加入女子军队 或者成为一名医生 我必须多加考虑 美国声音记者桑福德 缅甸善邦报道